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樹齡 有馬耳 踢花先生 贏者 我強烈推介大家一套新的防毒軟件 動漫無雙防毒軟件 主要的功用是什麼呢 Facebook專頁有一個試用版 有一個掃讀給你 你回去聽完 一家平安 不是 有一個是讚的 我怕別人一聽到動漫無雙防毒是什麼 但這個軟件已經是毒了 知不知道什麼叫以毒攻毒 即是那些古代中國的養毒的術 所有的毒蟲都在一起 打一輪 你那些西方的猜盤的朋友 不是 那些是古 四川那裡有玩的 西毒的朋友 好了 我一中一 究竟防毒軟件的功用是什麼 防止你浪費你的人生 因為我們的新鮮事出 幫你浪費了我們自己的人生 但其實這件事很奇怪 當你選擇浪費人生的時候 其實是有人跟你同時浪費人生 然後幫你總結你怎麼浪費 其實防毒軟件的運作就是什麼呢 你是不需要看12集的人生時間 但你需要花30分鐘來 因為要聽我們的節目 我應該告訴你 什麼時間最需要防毒軟件呢 就是中了毒的時候 你不會幫他解毒的 即是跟他安慰一下他 大家一起讀起來 那你中了毒 我沒辦法 中了就還要聽 中了就還要聽動漫無傷的防毒軟件 還要是解不了毒的 你要明白什麼叫防毒軟件 是防禦中毒 你中了毒的 你要的是解毒軟件 無傷的聽眾大部分已經中了毒 我看到Facebook頁面 講開地雷和講開毒的動畫 全部都是最多人討論 你要明白 記不記得上期再上期再上期 那個死人連線表 那個人就是連線表 所以我知道 大家對脫泳翼出來是強者 上個星期又說了一部分 都蠻悲慘的舊翻 今個星期我覺得好少少的 我們先講一套今季的良心 良心就是你 我良心選一套 他已經腐化了中毒 你明白嗎 中毒心心 第一套我們先講哪一套 就是發條精靈戰技 天鏡的極不知性 我終於記得名字了 其實我看完最後 雖然發條精靈的氣氛多了 但還不太記得為何要極不知性 這個國家的那個 地理環境應該是極北的地方 但為何極北的地方 因為他在北陣陣 還有人能打到他 如果他在極北的話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要理這個問題了 這套東西其實是幾 之前我們深番介紹的時候 他是一套幾傳統的 即是打戰役形式的一套 真是說計謀 行軍佈局 他真的是說戰局 其實他分了三個層 戰爭的戰士 戰役 和雲觀的戰術 其實你再一層 其實他未有的 戰略 因為在於劇情的關係 主角都仍是中懷的階段 最後有少少的 也有朝奇朝 表演給你看 其實很容易理解 例如你想想 他們最後打的那場戰 其實他要用北域陣台 他們主力部隊 他用了差不多兩萬人 但主角門 你當他們幾個小隊加起來 其實可以動用兵力 其實會翻兩千 其實他不是一個大 甚至不是一軍 所以他可以做的 其實很多位都是小隊戰 深番講過的 其實他一開始 其實他都叫做 推進其實都是慢慢來的 就是一開始可能 純粹是一些什麼 不要說是部隊 其實是一個團 一個女 一個女 小隊 的普通就是 怎樣策略 計謀 其實不叫策略 計謀 其實他進入了五之後 其實之前都說過第一戰 就是他們那場模擬戰 規矩殺的事 集中的故事 其實都在鎮北軍台那邊的故事 其實就已經是在 那裡的故事 其實 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他都是緩密 而且說得很細緻 因為他是由那裡的整個軍隊 那個的 無論是領軍 到下面的人 他們的個性 可能有最高層的那位 胡蘇將軍 到下面中游的一些大軍 的總官 到連士兵 即是蘇華那些的士兵 還有科學的卡拿 即是那些 其實他都會逐步 說實際 每一個階層 其實現在對 現在 這一個地區 現在他們正在行的策略 有些什麼的感覺 還有你明顯覺得 慢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正式去北面之前 他打了那場 後無二戰 應該可以說 即是要暗殺公主那個位 你發覺那一集是很低的 放了很多東西進去 然後突然間 就放慢 可能一集就可能說 一些基本事 然後有大半集在那裡說 卡拿 然後有一集 基本上主角 是不太見到的 就是講一些先頭部多的上去 整個字集是慢了很多 但反而我覺得 那時候為什麼會慢的原因 是因為 我覺得他的資訊性 其實不是低的 因為他講很多 國與國之間的互動 因為其實都很複雜 本來就是講 兩國大國的戰爭 但他就可以加入多多元素 比如邊境裡面 有個族裡面 其實可能有內亂的可能性 或者國利用 到宗教軍那些東西 其實他不停在抗寬 因為他不是用一個 說 給你一張地圖 然後有個箭嘴 然後有人說三四句話 然後就說 你明白的 你明白的 你知道我們現在要做些什麼 但你的勇者對這個世界 根本沒有基本的認識 所以這都是循序漸進的 至少我看完那幾集 真的很了解 邊境裡面的外族 地方的人 有什麼特質 那個地方為什麼是異攻難守 異手難攻 而他用的形象法 就是他不是給個名詞 你說 一大堆 說完之後 你說 你說什麼 你這些 其實原本就好像 剛才說的 一張地圖花幾分鐘就是什麼 你只聽完那個割名之後 你已經給那個割名 那是怎樣 你是聽不到中間裡面的 詞語和這個字眼 究竟代表什麼 沒有人知道的 其實是 那故事裡面 其實 你說去到鎮北這裡 其實 那個故事 一開始最主軸就是 其實 你好像在說 Color 那位其實就是 他在說 這個國家的 迷信 就是 對一些 古 由傳統帶來的 一些 傳統 或者智慧 那種的質 那種 就是 如何跳出 這個框框 當你附近的人 都覺得這種東西 正確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跳出這個思維 覺得這種東西 會質疑這種東西 會不會有另一種解法呢 或者他那個思維就是 好像 吃書一樣 吃完本才就當自己認識 你是要 你要了解 那件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要追溯的來源 為什麼你會提出質疑 你提出質疑的意思就是說 你其實是覺得 有些東西 是奇怪 或者有些東西 你覺得不對才會提出質疑 他才會找更多的資料 去證明你的想法是對的 而其實這裡 開頭 這個位其實 說的是 伊芙塔 他看到這些 都好像說 靠自己 自身 突破這個 的萬點 突破這個枷鎖的 這個二人兵 卡拉這個二人兵 其實最後 他就在一場戰役裡 不幸喪生 其實 他同時做到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戰爭就是這麼兒戲 這麼殘酷 其實 突然之間 你都不知道 什麼事 還有就是說 就算你可能 你有這樣的天賦 其實在這個環境裡 你都可能很難突破 那個框架 始終你都要面對 一個 你既有的命運 其實 就算是一個 很有科學邏輯思維的人 但只是一個小兵 當你的長官做了一些 不科學很愚蠢的事情 當時都被迫去死 是的 你多聰明都好 這件事 已經射到最後 結局裡面 王女為何要跟伊芙塔說的話 這個國家一天 還是脫離不到 這個 未被啟蒙的 沒有科學邏輯的思維 這個國家 只會滅亡 所以才要跟伊芙塔說 你要怎樣去改革這個國家 這個有一個鋪陳在 其實伊芙塔本身 他對於既有的傳統 這件事 其實已經知道 他自己有自己一套的想法 有別於他傳統 所以他才會衍生到一些劇情 就是說 他自己都覺得 英雄 並不是別人說得 那麼出色 那麼光明的一面 也會有他黑的一面 其實 因為他對伊芙塔來說 英雄這個定義 其實 在我的解讀裡面 其實 為什麼要有英雄的誕生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世界大體上 大部分人 都是 沒有這樣的 數字 他突破這個框架 才有一個英雄 為什麼是英雄的 因為你們全部都是廢物 那沒辦法 你明白英雄是六星級人物 不是 你不要用FGO來講 這個等同意就是 我三個的孔明 我不是說FGO的孔明 為什麼這麼新 在三個演義裡面這麼新 大佬你們過的智力 那些全部都不過八十 我好難給你去做事 所以伊芙塔 有兩個說法 稀稀的說一句 英雄會過路死 英雄都會 如果壞些 就好像跟北面的戰長一樣 告訴你 你只會最後都是被你用 他不是說英雄 他不是質疑英雄這個本身 其實是什麼 他是能夠誕生英雄的時代 其實在說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 為什麼要英雄 就是因為沒有人能夠救到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人能夠救到 這個人如果不過路死的機會是很低的 所以那個換味成本 不是說英雄因為大能 他有很多東西做 而是他 因為其他人沒有能力去改變 所以他先不願意 還有就是 其實那個時局 其實是很差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全部人都是希望把英雄都放在身上 英雄去做就可以了 然後英雄走 就是逼著英雄要推他上去 就是你繼承所有人的希望 就是你要做 他更悲慘的是什麼 當所有人都放在英雄裏面 其他人就不會進步 就是英雄本身那個形象 就是我們就這樣聽的形象是很美好 但其實他背後 在這套作品裏面 至少的意義裏面 他一直在諷刺 就是整個社會的風氣 因為英雄的用途就是被人跟隨 英雄那個 他不單是自己的重擔 還要揹上別人的重擔 是的 那故事裏面 其實你說 除了你說很多不同的戰役 其實最主要 其實你說 這套東西的另一個核心體 就是所謂的戰略 戰術 或者策略 的步 但是 我又沒有覺得去到 很對譯 因為 始終就是什麼 很外圍 除了去到最後打北綿之徽仗 那個位置之外 其餘 伊庫塔對著的敵人 智力都不過50 而且伊庫塔根本不在一個主要的戰場裏面 主要的戰場就是被人推殺去那些送死的大軍 伊庫塔其實就是一個後面的部隊 慢慢去經過那些戰場 打幾個卓仔 但我覺得好的地方就是 雖然伊庫塔最後發揮的機會沒有我想像那麼多 雖然說他一個很厲害的智障 但是 好的地方就是 你看到伊庫塔裡面贏的戰術是很 consistent 很獨一的 都是維持到的 因為他全部都是揣摩到 他的對手怎樣想法 然後怎樣贏的 三場都是 那場 在城堡後面 報槍隊那場 到最後他的奇招 都是這樣想的 而且他會顧對 他的小組究竟有什麼人 哪個人會適合做那樣的事情 就不會說勉強 你去做那樣事情 但是他不適合 但其實 你想想 他裡面有人 他有最強的近戰 有最強的遠戰 其實他的陣很容易設定 或者這樣說 其實他整個戰略裡面 應該要求整個 他所有計策的思維 他出於一件事 也是他在模擬戰裡面說的 就是偷懶 就是偷懶 還有就是他為了壓低最低的損失 他對他來說就是死戰 是一件最蠢的事 大家對兵對坑 大家鬥兵數這件事 是一件最蠢的事 根本上就不是說科學羅則 就是打爛仔膠 這件事其實也衍生了 其實科學羅的死 那件事其實 對伊庫塔來說 其實如果你被其他人說 連夜廣路 一馬行三百里 馬不停提 馬去到那個 然後去到之後 然後就 不行了 去到之後馬就會死了 或者是很辛苦 或者看到他就是 最後都救不到 但其實你看到他也是 他知道就是 不會解決到這件事 即使最後都會死 但其實最少就是 他現在這個小隊的人 是不會死的 這個是一個很確實 很邏輯的 我們去救人 很簡單 我們救人不是去送死 救人不應該是 好像機會成本 你去救一個人 你不會付出三個人去救一個人 你也是理性大於感性 所以其實對最後 他對那件事遠色他 他不是對那個策略自己 當然是對上面那個策略 但對他自己來說 他對他來說 他這一刻 他已經是當盡了力 但可能對其他一些人來說 你這樣也叫盡了力 對他來說 可能是通宵打彈的 他說沒有 他說他該做的事情 就證明他那時候救 他喇喇一樣 戰術上成不成功 和戰術上成不值得 只有這兩個計算 他就是後面那一段 對 所以反映他一直都在做這個事情 剛才I Am You都說過 隊裡有最強的近戰和遠戰 這個問題是 他還有最強的Hewler Hewler其實就是 Hewler不知道是否最強 Hewler是治癒系 基本上是穩定軍心用的 那個位置是他手上可以用的利器 尤其是我覺得 拉把那件事其實被放得很大 不用怕 人家之後看到 當對面用風炮的時候 他不知道什麼叫風炮 就想不到對手用什麼武器招式 就中一招 那一招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他不知道對面要報紙 亦都是他在說整個 依附答在他軍校的時候 他說的其中一章 他在說的其中一章 最厲害的是什麼 他是在現時局勢裡有什麼 就是過往兵書 或者說的什麼 或者地圖說的什麼 那些是舊有的資料 可能對現時的戰局 其實未有一個絕大幫助 你是不停要去獲取最新的資訊 或者得知附近的情況 才可以決定一個合適的策略 所以其實任何的決定都好 你都要有情報去支持你 你說其他角色的其實 阿杜妮這個角色其實 簡單來說其實他是 依附答的一個 左手 殺車制 殺車制 左手這個太差了 不是他講的 不是我講的 殺車還是左手的 其實一般人來說 如果是殺右太的話 哈羅剛才也說過他吉祥物的形式 就是他的功用程 其實他沒有什麼 怎麼提醒過這個角色 不是他有提醒過 他是難於攻陷的角色 不是 他是一個醫療兵 但問題是 當你這隊人沒有被人受傷 沒有被人死的時候 醫療兵其實不用用 不是啊 Tomo Marshall是有做過招的 我最記得其實他哭過一幕 就是和為何要夠喇喇的時候 有個女生質問他 當然 其實他是在表現那個 其實他就像一個旁觀者 在你講的戰場 就是這麼無奈 有一堆當局者 就是旁觀者 其實我覺得 整個作品裡 其實他有一個最人性化的角色 就是馬修 馬修其實 我想是最容易被觀眾 代入的角色 因為他是作為一個 他是一個有能力的普通人 他靠努力去獲得他 獲得他應有的 郡家應有的權利 但是對比上 就是上面那些全部妖魔鬼怪 他是會害怕 會緊張 會有性慾 應該說他在小隊裡面 他沒有掛著一個 什麼什麼什麼的 什麼什麼的頭涵 在那裡 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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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貴族 吾有下的嗎 你沒有 其實他擔當的角色 其實他就是擔當 所有角色 沒有顯露的人性 那一面 或者其實是什麼 他甚至上 尤其是 伊芙達 他 馬修的工作 是在什麼 但伊芙達 還覺得自己 他還是保持一個人 應有的 思維 應有的界線 甚至是 他有介紹過 他馬修的角色 就是說 他會考慮了很多人 留意不到的危險情況 所以他變成他那種性格 好像很久了 這樣 他是謹慎 但其實他另一種角度 就是說 他考慮的方面 其實很多 他會不會突然間 有些 比如說突擊兵 他會考慮到這種情況 但你明白 這個世界的智障 他已經有一個智障的時候 你考慮了很多 因為他會幫你想想 這個又不同 你會發覺 我不算其他原作是怎樣 但他在動畫版裡面 其實他是半個龐八 他會問一些事情 你會有好奇想問 因為你要明白 伊芙達他的戰略 在這個年代的背景上 你未必會理解 所以他也要給你一個解釋位 其實是透過他問的 馬修的感覺就是 你講人話吧 你不全都知道劇本 因為解釋一下 要做些什麼 你不要你的戰略 只是放在你的腦上 你要解釋給觀眾聽 那種感覺 馬修那種 其實是 尤其是伊芙達 這個角色是什麼 他是需要有一個 當然你說在戰歷上的 阿多利 阿多利 是一個最有信心的保證 他基本上是 但其實你很喜歡 其實 無論支援那方面 其實他很多時候 都是找 馬修 馬修 他是穩定後方 我有一種感覺 當故事的佈局 就是 當所有人擁有一個路 找人頂住那個位 馬修可以了 所以最後他就說 找人頂住 其實都是這樣的用法 其實如果給我理解 馬修是一個 就是一個保險線 男主角的保險線 他是一個確定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一些策略 你見到就是 因為伊芙達 他做的事情是 他太理性 理性到的程度 其實是甚麼呢 甚至會覺得 有人會 揭斥私底 你好像是脫離了 人的範疇 甚至乎 你看回最後 撤退的戰役 他在做一個策略的時候 他要去跟對方談判 他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他把所有軍務 其實交給馬修 如果他有甚麼策略的時候 馬修應該會計任他的位 那種感覺 因為始終就是 你絕對的理性 即是沒有人性 因為你的考慮是怎樣 你放在這個因果 很客觀的環境 你主觀的要素 就要磨滅到最少 所以馬修也會問 問題就是 為甚麼你會下這些決定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也有描述 他有平衡 他不是在看其他 在玩三個字遊戲 莊貸在 стала quantities Kur M 真的不是一個 pelos個角色 這個角色 他也有 他把他移動 人性的一面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他在現在的崗位應該要有的東西 這個崗位其實已經有人可以幫他分擔了 所以他不需要再去擔心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記得動畫裡面很喜歡一個形容 伊富塔和馬修都是下棋的 都是下棋的 但是馬修永遠就是輸給伊富塔 其實兩人是很相似的 只是記歌一籌 一個全90能力的人對著一個全70能力的人 那你當然會覺得全90能力的人很厲害 你永遠都看不到自己的優點 因為有一個比你更優秀的人 他每方面都比你優秀 所以馬修的保險是對的 馬修是思路很近的 所以他做些事情會做得到 所以伊富塔真的輸 馬修也是繼續維持他 如果最後那個戰役 談不妥了 甚至男主角出了意外 簡直是死了 馬修會繼任他 或是來確保他的大軍 都可以跟著他的部隊 伊富塔對馬修來說 是一個學習的對象 學習到他的對象 甚至是什麼 應不應該打擊這個問題 如果他要問他的話 你就會知道 這個才是沒有 不是 應該要改回什麼 先先 究竟你是勇者還是自使 他不會自使 答我了 不是 你是勇者還是孤獨的自使 孤獨的自使 向孤獨的自使 乾杯 首先問你有沒有左手 你沒有 算 他那裡是 當然你不理解 他好像假設 每個人 每個行軍的男人都好像是 不吃就會死 或者不打就會死 不有空發洩就會死 那個問題 他問那個問題 好像很吊詭 你是在處理你作戰中的情緒 這些會有影響 正老來說應該是這樣想的 對馬修來說 對馬修來說 一個很佩服的一個朋友 各方面 無論戰術方面的問題 他都想請教他 他想知道 因為他想學習 其實是 他知道他沒有可能追過他 但他想貼近 至少可以讓他看到 他可以幫助到 因為馬修其實 在這方面是沒有自信 覺得好像距離 很遠 你是不是想說 Yves打這個想人妻的技巧方面 還有他有左手 所以他可以斬手指 手這些我其實有多隻 戰術方面 其實你說 在故事裏面 其實我知道其實幾難表達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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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自謀 就是他跟不免之廢仗 打的最後 故事最後一場 那場攻防戰 其實 那些談判戰 比較講是講戰術 依附下的戰爭官 和科學官 當然有另一件事 其實那個戰術 其實你見到就是 都沒有出場的機會 老實說 或者這麼說 它是等同於 你看三國演義裡面 當一個軍隊留給那些 孔明就算多厲害 實力差距 絕對性來說 你想的東西 其實 你可以選擇的策略 其實是不多的 你只能夠就是 可能是 撤退 其實你最喜歡的主意 是撤退 其實打那些其實是什麼 為個撤退前提鋪路的 一些的要素 我想前提始終就是 你開頭和後面是差太遠 因為 你開頭 基本上他們是贏的 大部份 但去到後面那場 其實是撤退戰 他很局限了他的打法 他的打法不是由 你贏著 你會有追擊 你可以退 你有個變化在那裡 但你撤退的話 其實你維持著你的手勢 你不要崩下去 所以戰局其實是膠著 編劇的角度來說 都算是一個頗好的選擇 因為 一來是做到一個 可以營造奇賊的效果 因為幾百人對幾萬人 但又不會太困難的難題 所以我真的是一個頗好的表現 或者這麼說 我覺得唯一不夠的 就是作為其實 他今次的對手 不明知輝章的描述 其實是不夠 因為其實 我想大家對最後的談判戰 其實就是你拋我 我拋你 那種其實就等於 諸葛亮擺空城計 拋司馬燕 其實你會覺得這件事 成立或者有很多前提條件 但這個前提條件就是 伊芙達子是用 其實他的研究也不夠 其實都是有點自術 或者說 對方也是一個 他喜歡就是什麼 他喜歡打perfect的 他喜歡打 行軍佈局 你要理解你的對手 才可以做出雙方的策略 那個理解 其實我覺得就有少少 你說你信 你唯有 我覺得那個不好的地方 他有一半的 一半就是說 他人是很謹慎的人 一 二 他喜歡行軍佈局是完美 一是可以做到的 前面那裡見到行軍 真的要做一個要取情報 然後才去打的人 這個是其實有表現到的 但他是不是要這麼perfect 這件事是那一幕才知道 這個是有些 他說你算的感覺 因為作為一個讀者 我們不知道事前這件事 反而覺得那一幕是合理的 他其實在事前 撤退前兩次 他做這個行為之前 其實他已經安排好 所謂後事的事情 已經交給馬修那些人 所以他其實才會行兵行險罪的佈局 萬一他賭輸了 他之後的計謀可以順利撤退 即是這樣說 兩邊就算你揮將也好 抬將也好 他們兩個都是聰明人 即是大家都是機關船 大家想辦法 這個時候你拋擠這個東西才有用 合理建立黨 即是你都多疑的 你都想好了 我會怕的 如果是蠢人不會想這些 你先打死 其實我都說 這是一個買大勢的局面 本身就是 你如果作為一個將領 因為他沒有說的就是 揮將這個人本身的性格 其實描寫很薄 其實有一種類型的將領 即是正宗報國 有些人說 不怕 然後他們說 後事就交給你們 我就一定會 因為我覺得這局很危險 沒有這個前置 就是什麼呢 倒這件事 你可以當作是一個有因的 就是說 因為徽進一開始 認為大軍的人 就是Uderley 因為他是最出名的 然後發現原來是一個 Lowbody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而且Uderley是之前跟忍者的組合 有這方面的情報 其實他有這方面的情報 所以你說 對他來說 就是揮將 他可能會去想一件事 大哥 一換一 周如換孔明就說 周如換個問好人 那就拼不過了 而且他動搖 因為他覺得 他一個不知道路不知道頭的人 竟然可以這樣打贏我 他有點不甘心 或者批著他的言論 就是覺得 為何可以讓這個人這樣奇策 他甚至乎覺得 我的命 和你的賤命 是不對等的 你這樣換 不要說對不對等 是不吃 他可能有機會覺得不吃 甚至 對他來說 就是 伊符塔說的說 贏你就贏硬硬 不要贏那麼準 行不行 但伊符塔那個格 就是說 我是流氓 我是殘盤 最後跟你一起打爛 我殘命一條 你是尊貴不法 就是說 我就沒有明星 輸了的話 就是你的不眠揮象的明星 就是你自己抓 你成績 我一向都懶開 你咬我吃 他唯一就是賭 這件事 他唯一就是賭 他叫賭贏了 那邊就說 贏就贏硬 這個我覺得 對他來說 一個計算 就說 沒有需要為了這件事 而去賭自己的命 也沒有意思 其實他是 因為聖像是聖局 已經定了 是要贏多少 所以其實你說這一套作品 其實我很卡錫 你之前上一套 亞特蘭斯戰記 那類型 由你不過亞特蘭斯戰記 集中在人 角色的互動方面 這裡其實就是 角色其實比較薄 其實就是 你全部都是說幾句話 當然你說騎士團的 這五個人 說得比較多 合作 其實說他們 還有信任 我覺得這個角色 是沒有去到亞特蘭斯 去到那麼深 因為還沒有去到 要說那麼多 但是都足夠地多 例如一個愛國的 劍士大叔 其實你出場的機會不多 但是 他撞你們死的一幕 都死已經很深刻 那隻不是歪打嗎 那隻不是歪打嗎 金鴻王 其實見到 我也是說 這個就是 他每個層級的 階層的士兵 都說到他們自己現在 他們自己的心理 和他們對國家 或者對軍隊的想法 在裡面 那其實 你見到的就是 最後王女 會叫伊富塔 說你毀滅了這個國家 就是 其實你見到的 卡住的位置是什麼 是上層的於父 下層的人 其實可能很有能力 或者他們的思維 還有彈性 其實是 或者叫身 即是說你其實在側面 可以看到高級的項領 戰士一開的時候 他就第一個先走 你先拿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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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 其實我發現 其實看完整套 第一季之後 感覺就是 這個是聚幕 開始 真正的戲肉 應該是 輪郭 應該是 應該是 如何改革 腐敗的國家 好奇 就是 如果是一個 已經啟蒙了 最多科學和哲學 年代的國家 如何打仗 真實地 這是好看的地方 當然這個 之後看會有第二期 很期待他有儀貴 我想說 有一套輕小說 是拍攝這些 國與國之間的 戰役和奇幻的戰爭 有些份量 至少看到就是 人力的有限 和他們說的 都是說 在策略容許上 可以做到些什麼 不是每個角色 每個都是萬能 是神 或者他能夠一發逆轉 這些關係 因為每個人都說 這套東西 老實說 其實沒有人有大能 沒有人有超能力 沒有人突然可以揮霸 看到一夜整個軍隊 這樣吹起了 突然最好打也好 都是打幾個而已 一個年的人 他可能真的可以單胎一挑 但是不會是萬人敵 不會是 白人敵 我覺得他是OK的 即是無雙的 有名的對策略 那種感覺 你被人圍都是死的 沒錯 所以這套東西 是那個 真實性 他唯一叫做 最不真實的就是 那些精靈 其實是 而那些精靈 最不真實的就是 找些光照一照 然後那些人就會 我不知道多強 可能是超強 在那個年代 可能是LED燈色的光 而且當你暗的環境 突然受到強光 是有那種反應的 這個就不出現 還有精靈很有用 或者這樣說 唯一這套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未這麼清楚了解 或者他沒有去好解釋 就是光照兵 究竟是什麼兵種 就是什麼 照亮地方的兵種 照明 就是晚上照燈 明明明是電筒 就是電筒 不是這樣的 那時候特集 不是因為照到那些人 那時候 就覺得那些人很害怕 而是發覺是開條路 被人突襲的意思 因為光照兵 就是他送一個兵種 就是等同於 就是他想設立Cyber 封槍隊 就是我明白這些是什麼 但是光照兵對我來說 因為我理解不到的就是說 他是打勤箭的 他不是 應該是支援的 其實光照兵就說 你晚上支援我命 但是早上 打燈來 打燈來 其實是沒有用的 平時是步兵來的 可能是晚上就撥他 拿著燈先 我唯一 他沒有解釋得很清楚 因為是我們世界裡 不會存在的兵種 不過這個奇幻都搞笑 這個奇幻裡面最奇幻的一個 精靈東西 其實只有點火 照明 不過也有很厲害的 有自爆的 其實也挺壯烈的 平時也有賣紋 你覺得有賣紋過嗎 也有 挺可愛的 你當是一個士兵裡面 就是什麼呢 Granade 電筒 三眼仔 封槍就是子彈 他就是那件事 變成一個精靈 變成一個精靈 去想 你會比較容易去處理 那件事 其實他是瑞士軍刀 賣用刀 純粹是你撇除精靈的元素 你把現實的東西放進去 他就是gear 所以我覺得 就算沒有精靈元素 這個動畫也是行得通的 不過他在故事的推進也有用的 可能是說多一點 我覺得值得大家去看 至少在防毒評級來說 這套真的沒有毒 沒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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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性 這套我們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